又到我Dicky 謝克迪 為大家剖析大市 和分享一些財經業話 首先講一下股市 昨天橫子跌了三百多點 今天也有少少反彈 反彈了154點 不過成家隨著年底 成家比較淡靜 剩下669億 今天反彈很簡單 主要是因為貿易戰 又有暖風吹出來 昨天說特朗普放風 不如我們大選完再談 跟中國 昨天特朗普晚上又放風說 我對我進展很滿意 貿易談判 而農業部長 美國農業部長也放風 對這個進展很滿意 今天中國那邊也提到 如果要達成第一輪的貿易協議 應該要減去首輪加徵的關稅 貿易貼議基本上一天好消息一天壞消息 今天就撞到好消息 所以一眾貿易戰相關的股份 其實都有一個挺好的反彈 包括了經常我們提及的 瑞星科技和順域光學 今天順域光學升了5.3% 瑞星升了6.7% 表現非常不錯 其他的一些科網股 先講騰訊 以前就股王 不過現在的人 似乎都喜歡炒阿里巴巴或美團 所以今天升了0.4% 略為跑輸大市 阿里巴巴和美團 昨天其實都有一個挺明顯的跌幅 今天跌得深 就彈了多一點 升了差不多2% 那些高科技股都相當不錯 另外有一隻雖然不是很大隻 不過今天的表現都非常好 那就是華雄半導體 股票號碼是1347 那為甚麼它那麼好呢 大摩就說的需求非常強勁 它的產能基本上 就已經是有多少要多少 那麼整體連台積電的產能 其實基本已經用完了 基本上就一定要找華雄半導體 幫忙搞晶圓代工 另外就是國家政策 亦都鼓吹电子生产的国产化 所以其实大摩亦都说会陆续 应该会有些政策去刺激回 所以黄汉半徒在今天表现就非常之好 一天升了15% 成交亦都有明显上升 说回最近最近都天气冻 一般我们都会炒一下羽翁股 波斯登3998今天股价就有少少下挫 跌了6% 终于因为发了可换股债券 不过考虑到最近冬天近 如果资金通常都会炒一些 燃气股或者羽翁股的话 大家也可以趁波斯登有一个明显的跌幅的时候 吸回一点点去放一个反弹 就好过直接买指数 因为暂时其实可能中国或者美国 本身自己都未必知道 某个谈判究竟可不可以12月谈得整 那说完大市的一些走势和过股 那接着也都说一下少少财经业务 那第一样东西就是A50指数 那大家都都比较清楚 那比如一些A股的ETF 包括22220良方A50 或者是这个安石A50223都是跟踪这个A50指数 那主要就是一些A股的股份 那今天就有一些调整的成份股 那就剔除了两只股份 那一个就是中交建的A股 那另外一只就是保钢 那一只就是基建股 那一只就是钢铁股 那两只其实都在内地算是一个龙头的地位 那不过呢 就因为近期或者近几年 其实股价都不炒这些板块 那所以这个股价其实都相当低沉 成交也都比较小 那可能在10年前就非常之好 这两只股份 那但是在今天呢 那资金暂时都没怎么理睬这两只了 那加入那两只呢 那又反而就是今年比较热气的topic 那一个就叫木原股份 那在深圳上市就002714 那另外一只就叫立訊生物 都是在深圳上市的 就股票No.002475 那木原呢 就是做猪的 那大家都知道了 猪价呢 近年其实中交的猪价都升得很厉害 那因为非洲猪瘟 那所以木原的股价炒了上去 那市值也都升了很多 那大家对这些股份入选A51 都不算太有意外的 那另外一只立訊生物呢 其实都是一只 比较热气的高科技股份 内地的高科技股份 那主要就做一些电子连接器的 那好似刚才所说的 因为国家的政策 无论譬如美国怎样对华为啊等等呢 那其实中国呢 都会把一些电子的生产呢 其实都放回到内地的 那所以 立訊生物作为一只国产的电子连接器生产呢 那相信无论政策 或者是在市场需求方面 其实都有很好的强劲的需求 那所以呢 这只股份呢 其实在今年至今 其实都涨了不少 那所以这两只入选A50呢 也都不算令人太意外的 那另外一个财经业务呢 那就是沙特亚美上市了 那沙特亚美最终就没有选择在香港上市 那可能有点可惜啦 那就在阿里巴巴之后 没有一只大型的新股 那不过呢 沙特亚美呢 最近油价呢 都有不错的表现了 那所以呢 其实它都用这个上限定价的 全是用这个上限定价 那如果根据它这个定价的话呢 那它就应该会成为历史上呢 全球集资压最大的新股上市了 那之前呢 就是2014年 阿里巴巴 就集了大概250亿美元 那这个是2014年的市了 那这次如果上限定价呢 集资压就会去到256亿的美元 那大家也都观望一下 沙特亚美如果正式上市之后 第一样东西 就会不会令到 譬如说那些资金不会托着市呢 那因为这也是一个很大型的IPO 那第二样东西 就是油价呢 会不会也不会再托上去 因为呢 就是有一些阴谋论就说 只要我将油价托了上去呢 那沙特亚美的股价 的股值呢 也都应该会上市 所以才可以上限定价的 那所以大家呢 都可以留意一下 沙特亚美呢 上市之后 油价和环球股市的表现 是会怎样的呢 讲完一些过股和大股回股 就讲一下大股来的走势了 那其实主要呢 都是看回中美贸易谈判 那第一个关口呢 就讲到12月15号 那美国呢 会不会撤销之前加征的关税呢 那另外就是年底呢 中美两国 会不会完成到第一轮的贸易协议 昨晚呢 就去到一轮就是吹 贸易协议的暖风 那明天或者来近那几天呢 会不会突然间吹一些淡风呢 那大家其实呢 留意到呢 特朗普最近呢 又好像开始不单止向中国了 亦都是基本上一些 主要的贸易伙伴呢 其实都开刀 那包括了 向阿根廷等等 加征一些关税 那欧洲外边呢 亦都有一些争议的 那如果特朗普呢 就是选择可能在中国以外 已经开始进行 新一轮的贸易战 那当然不理一个环球的市场气氛 那但是反过来 会不会也都令到特朗普 在这个和中国谈判的时候 松手一点点呢 那一来呢 就是之前也都提到 那特朗普呢 在大选的时候呢 都需要一些成绩表 交给他选民 那包括了 譬如说和中国呢 但是成了一定的贸易协议 那贸易协议的细枝 会是怎样呢 大家都未知 那但是呢 所以特朗普一定会包装到 是他争取到的胜利了 那所以呢 对于后市而言呢 我自己呢 仍然都是抱着一个 比较乐观的态度 那主要呢 就是因为 贸易协议成市的机会 始终仍然是大过成岛市的 那第二件事 就是看到呢 其实美国的官员呢 亦都在市场的一个 预期比较低的时候呢 其实就调高 就是市场的预期 有点像以前呢 联储局做一个市场期望的调整 就是当市场比较悲观的时候 联储局就会放一些暖风 譬如放甲啊 吹风减息啊 放水啊等等 去刺激股市 或者环球资产市场 那似乎呢 美国的政府呢 亦都在做这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呢 就我们呢 亦都要观望一下英国的大选 那英国呢 大选呢 张智呢 Doris Johnson呢 就承诺了 如果我当选了之后呢 我会有一个百日脱欧的计划 那呢 那当然啦 大家都可能先听着先啦 因为始终 就算他成功连任了 能不能够推出到一个脱欧方案 令到内部或者外部都同意呢 大家都 都未知之数 那所以这段呢 可能英国 无论是英镑 或者是一些英国相关的金融股 譬如大家熟悉的汇丰 或者是渣达呢 那个股价表现呢 可能也都会有些少少跑输了 那那说到技术分析 指数那方面呢 那恒指呢 现在就去到26,200点左右 其实呢 已经都接近几个支持了 第一个呢 就在8月的低位 我们拉一条升轨上去呢 就看现在的支持位 大概26,100点 那其实之前跌穿过了 那也都很快收复上去啦 那第二呢 就是10月11日 有一个上升的裂口 那这个裂口呢 那这个裂口呢 大概就在25,809点 去到25,976点 那这个裂口呢 就補了少少 不过未補完的 那上升裂口呢 应该都会有一定的支持力 那所以简单来说 就是25,800点 去到26,100点 应该会有一个 比较大小的支持 那如果以现价计呢 下跌的空间 应该就相对比较小的 那所以虽然说 去到年底啦 那资金可能都会 基金经理都可能 放下假休息一下 或者是获利讨演等等 那不过呢 那后市呢 就未必需要看到太淡的 好了 那时间就差不多了 那我们下次有机会 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